这就是着手反弹流猴子的出桌和明文 也是一名粉丝推荐而来 粉丝说这套出桌和明文完全放弃了孙悟空的高暴击的优势 而是将这种优势转化为纯肉 同时身边还带有无尽的言语 对旁边的敌人造成高额的灼烧伤害 我一看他说的那是神乎其神 我心里面就想不能让他这么嚣张 对于这套出桌和明文我得亲自试验一下 从里面我得寻点破绽 啪啪打他脸才是对的 于是我就设置好了出桌和明文 开启了这局比赛 开局我就去反以 咱得给这套出桌增加点难度啊 对面来了三个人反我 我呢则是紧盯着这个红buff 不管别人的攻击 瞅准机会 我先来一个成绩 拿下红buff再说 此时我们的血量那也是非常的不健康 于是连忙跑路 但是对面的人员好像是不想放过我 不就是拿了你们一个红buff吗 瞧把他们给挤的 我呢经历了长途的跋势 回到几方的塔下赶紧吃个雪包 奶了一口 等奶完这一部分的血量 我就回去啊准备反打 二技能先给他们一棍 一技能再给他们一棍 与此同时他们残血了 那和我放的马刀啊 先拿下了对面的小鸣 不过我放的马刀也没了 我则是趁势拿下了旅 为我拖延了这么久 也算是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了 前期这套名文的确是够肉的 在对面的野区 三个人打我这么长时间 愣是没打死双岸 不过出装的表现 我们还得看后期啊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赞点个关注 镜头一转 我又来到了蓝buff的面前 对着蓝buff 我又起了歹念 此时赵云还在旁边看着 我对他那是不理不睬 小乔也来了 我感到了压力 只好先解决一个 没想到三下五除二 我自己残血 等待技能 二技能回去 我就夯了一棍 同时用一技能逃跑 赵云已经没了 没想到残血的小乔 还敢追过来 他回去又一棍 一个二技能 还是一棍 二连击破了 哎呀 这肉就是好啊 为多大的劲 就是打不死 我可以使劲的拉 对面的蓝buff 不知我打算是长住了 有我在 赵云一个都别想拿 一棍 又把蓝buff给他拿下 这简直是把赵云的脸面 往地上狠狠的摸他 突然对面 有三个人过来追 我瞅准机会 就是一棍 先把赵云给杀了 在队友的配合下 又拿了一个二连击破 这一波 我方零换三 又转翻了 兄弟们 不知不觉 比赛就来到了十分钟 看见那被我虐变 千百遍的红buff 我突然就觉得他有一丝丝的可怜 所以我就给了小桥一棍 横扫千军 与此同时 我又朝着中路赶去 对着中路这两个人呢 又是几棍 月塔先把吕布给赶了 后而在塔下 三下 五除二又把赵云给赶了 同时我还用二技能回头出塔 来了防御他的攻击七八下 我愣是没死 并且还拿下了两个人头 这波三连决胜 我的天哪 这个肉度玩着简直太爽了 不过在我玩着玩着 到后期都神装以后 我终于找到了这一套出桌和明文的缺点 前中期来看 这一套肉出桌 伤害是够的 但是越到后期 我感觉到越乏力 因为到后期之后 我感觉我拿人头越来越难了 一棍下去 也就几百的伤害 你说到后期这个伤害够干啥的 秒不了射手 但是当个肉是足够了 而且很容易给对面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 算是一套好出桌吧 兄弟们 比赛也到此时大局已定了 下面总结一下这套出桌和明文 坦度足够 伤害不足 团战嚼尸棍一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明文